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本性是没有人的时候他还是这样 他是怜悯的 有爱心的 他是有智慧的 有能力的 凡事都能做的 他有看重人的心 尊重人的心 各方面你就看这个经文讲到 其实我有些幻灯片都显出不同的他的属性 他的计划 他能够有美好的计划 然后恩典是 我们就想到从头到尾 从我们为得救之前他做了什么 他怎样拯救我们 安排我们得救 然后他怎样拯救我们 怎样改变我们 我们接纳我们 帮助我们 圣灵居住在里面 提升我们的生命 然后当我们回应他的感动的时候 他怎样喜悦 然后他怎样祝福 怎样加力量给我们 提升我们 每一点其实都可以 讲的时候都可以很丰富的 就是说 不但是说他居住在我里面 刚才我解释这个圣灵居住在里面 他带来什么呢 我刚才用这个比喻 这个用什么方法表达了 这个就需要我们 从整本圣经去思想生的恩典 也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神的作为 也想到神要成就这个作为 他要做什么 各方面形容出来 任人看到神的美善就喜悦他 就欣赏他 就很想回应他 尊重他 例如刚才我讲到圣灵居住在里面 有些人就说圣灵居住 但我讲出很多方面 首先是如果有一个非常强壮的人 很有力量的跟你一起 你会不会怕呢 就用人的方法形容 让人看到有全能的神在我旁边 就是我们受逼迫 我们也知道他是强壮的 他有力量的 可以控制一切的 所以他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他都知道 是他允许才会发生 但这个过程 圣经也说他是说话的神 所以他会不停地对我们说话 神也可以在很多情况救我们脱离逼迫 有些时候我们人还是会面对逼迫 但这个时候神会 从整本圣经我们知道神会陪伴 我们与我们沟通 带领我们 告诉我们不用 最怕你所做的 我是都喜悦的 就令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也不怕 所以我知道有一天如果受逼迫 我不怕 因为神在我旁边 他满有能力 他有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 他掌管一切 他可以用神迹去救我们出来 他也接纳我们带领我们改变我们 赐我们恩赐能力各方面 他陪伴我们 让我们有安慰 不会孤单 有力量 有动力 而且这样税用的能力都赐给我们 陪伴我们整个生命 提升我们去到更高的层次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的同在 他做这么多的美事 另外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 所说的 你们立具神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个是讲出神的另外一种工作 就是他能够影响我们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 而且做出来 其实都是神的灵运行在里面 所以他与我们的关系 是非常的有深度的关系 他会感动我们去 立志 然后行出来 有不同的经文都讲到 神这种 陪伴我们 感动我们 我们与神的联合 哥林特前书六章十七节说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这是我们的灵与神的灵合一 他就在我们里面 有些时候 我们以为是我自己决定 但其实是神感动我 叫我能够有这个决定 也感动我能够行出来 这种神与人的合 合一 是非常奇妙的 另外有一个观念 很宝贵的 非常的宝贵的 这个是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七到四十八节 四章 我现在是讲出一些不同的神的恩典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属于说那人杀种杀种 这人说各这话和见是真的 我猜你们去受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 你们感受他们所劳苦的 这个是耶稣差遣门徒出去 他说 属于说那人杀种 这人收割 这是说 杀种 另外人领受他的 杀种的好处 然后三十八节 我猜你们去受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其实他们是第一代基督徒 没有人在他们面前 之前谈福音 我猜你们去受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 这个别人是什么呢 这个别人 如果是说其他人劳苦 但当时他们是第一代基督徒 他们是开始 所以这个别人其实是讲到神 是神劳苦 你们享受 虽然这里用他们 但这是形容普通的情况 有人杀种 另外人 收割 是神杀种 神劳苦 然后我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这个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我们以为我们的师父是我们做的 其实是圣灵做的 圣灵感动他 改变他 我们就是 收割 我们没有劳苦 我们就是说出这个神的话 神的灵就动工 就改变他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关于恩典的意念 让我们知道 原来 人会决定 我们释放的时候 其实是神 做工改变人 所以我很多时候帮助人 我会说 你心中有没有圣灵的感动 你就看到神在里面 做工 你不听话的时候 神有没有做工 他还是做工 神这么忍耐 这么有耐心帮助你 我就看到从头到尾 这是我们的师父 也是神做工 没有神做工的话 其实在以赛书也说 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 不会成就 神要他成就的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这个就是讲到 这是神的话语 其实是神 做工 神做工 然后成就他的美意 这个是 以赛书55章11节 我们就知道 神参与在我们生命中 实在是非常的多 圣经不同的地方都想要说 神做什么 当我们明白的时候 我们就会能够欣赏 而且说出来 就是神这么带领 这么保护 这么陪伴 这么赐能力 去智慧 也去 赐果效 都是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就 去思想 多去思想 就可以 能够说出神的恩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